我们对狙击手的印象都是神出鬼没,一击致命,几乎没有失手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国家也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培养狙击手的。 而且真正优秀的狙击手比影视作品中的狙击手更引人入胜,要培养一名能上战场的狙击手,除了需要训练射术外,更需要训练超人的洞察力和定力,在不同环境不同地形不同天气下的不同伪装手段也是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 所以,任何一名能够踏上战场的狙击手都堪称实相全能的特种兵,作为常常深入敌后执行猎杀任务的角色。 除了上述那些训练,更重要的是心理素质的稳定,即使深陷宠围,合格的狙击手也会沉住气,寻找那一线生机,亦或是完成任务的转胜即逝的机会。 不过世上无绝对,狙击手们也有最害怕出现的情况。 一般来说,一旦确定狙击阵地,狙击手会首先观察周围环境,除了确定撤退路线以及目标可能出现的位置,就是寻找是否有敌方狙击手。 毕竟对他们这些猎人来说,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就是同行了。 试想,若你是一名狙击手,选好了狙击阵地,正通过瞄准镜搜索猎物,或是观察环境,却发现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你,你会怎样,玩不成任务也就算了,小命都没了,这就叫完了一辈子鹰最后让鹰叼了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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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